大家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深度解析2022年总统杯黑客松提案 提案的内容跟网路的投票最近已经在网路上公开了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在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如果你是做黑客松然后是有奖金的活动的话 在经济部工业局跟支撤会 他们有开一个叫做企业数据竞赛的可以做资料叠合 这是有奖金的活动 然后另外内政部跟台北市电脑工会也有做一个叫资料创新应用竞赛的 最近这个比赛也有列出晋级跟入围的下一个组别了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没有奖金的活动 这个就是总统杯这个活动 而且他会被政府列管 那今年跟去年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今年是有多一个叫做公民许愿池的机制 就是先许愿 然后接下来在愿望中取出几个比较关键性指标 政府想要的愿望 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总统杯的提案 那这个提案 这提案今年许愿卡的部分呢 可以分为民众比较有关心的议题 有像是共享、减碳、居住性别机会 以及能源的这几个议题这样子 对那今年的机制是如果你选出了这个 你是被选出的杰出愿望的话 这个在做总统杯提案的时候 是有加分的这样子 对那好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 假设你每一年或者你今年决定要去提案了 那到底要不要许愿呢 好 这边会遇到一个要思考跟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觉得去许愿可以帮自己加分 那因为它被选出 你是有回应那个许愿卡这件事情 就可以有加分机制被加分 那你就去许愿的话 是不是会有出现其他也提这个题目的人出来 提类似的题目 好 我的想法是 我那时候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对那可是我已经去提案了 我觉得我的点子 别人应该也抢不走 大概只有我能做 所以我就去提案这样子 对那根据这样子的经验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我大概只能等待别人解决我想要许愿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我自己去解决 那如果我去许愿了 有其他人也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也许我可以交由其他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 好 那每一年那个总统杯的黑客松呢 都有做那个民众平方投票法的部分 他公开内容会有单一的投票 就是提案的投票数跟总票数这样子 但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拿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是非集中投票者的投票意向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参与总统杯的平方投票法 所投的那些票都是全部的票数都灌在你这个票数身上的话 这一类的资料可以被排除 应该要提供让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去分析 非集中投票者他的投票意向 也就是说他除了关心一个议题以外 他还关心哪些议题的这些数据跟资料 应该要公开出来 让每个人都可以了解 非集中投票者的投票意向 这样对于议题的分析才有帮助 再来是投票评方法这件事情 本身有一种别的分析方式 一种叫做两轮式模拟投票 也就是说我先找200个我认识的人 针对这个提案的194项全部进行第一轮平方投票法投票 投完之后在这200个完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 先把第一轮的结论选出来 选完之后把前面确定会进20名的 再做第二轮的二次投票 这个时候可以做三种不同形式 一个叫做互比式 对比式跟无限式 无限式就是完全在没有任何条件的底下 让民众自由的投票 对比式的话是 让民众可以投自己的提案的投票 然后再去进行其他分数的配比 这样子 互比式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拿 不可以投自己的组别 然后让自己的组去投其他组的人 那要成立这样子的玩法跟分析的方式呢 必须是你要认识很多其他组的朋友 他们也愿意join进来 一起参与这个模拟的投票 对 那最后呢 你会得到一个 结论或者是说 电脑模拟的最佳结果 叫做完全余额配票法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结盟的新型式 如果你可以认识更多组别 你可以在结盟的状况下 把你的18点平均的 用一票一点的方式 换到其他18票 那这是一个配票的 数据模拟的参考图表 就是假设你把99点拆成81点跟18点的话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组别 跟你进行完全的配票 那如果你把它拆成99点拆成64点跟35点的话 你有一些不同的配票方式 那最佳成绩 最佳平均的配票方式 就是你的那18点都有找到 其他的组别跟你完全一票对一票的兑换 好 我要分享三件有趣的事情 第一个是 今年啊就是2022年资料创新应用竞赛 它的晋级就是第二阶段的结果已经在网路上公布了 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队伍 也参加了总统杯的比赛 这是有趣的事情 请可以上网看一下那个得名的结果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 对 再来是我自己今年也有做提案 我的提案叫画文好意图卡 我认为现在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 不只是有国民生活 也有其他新移民或者是外国朋友 或者是讲其他语言的朋友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活 疫情跟病毒不会选你的国别 每个人都应该要很公平的可以知道政府的防疫资讯 好 再来是 我觉得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就是先承认自己就是没有人 当我们看到社会议题的时候 不管是自己解决 或是等待别人解决 你只能选一个 OK 最后就是 不要害怕公开发表未完成的作品 如果有不完整的作品 就可以激励我们变得更好 我在G0V陪你POC 就是大家可以来找我聊聊 看你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概念性认证 好 谢谢